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很不正常 主要问题是处在肺上 两个体温 体温39.8度 根据问诊得记 这头牛 这边 他们刚开始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打的是把人跟渣头包 后来要换那个柴虎来打 但是两三天效果不好 还是这样 而且越来越严重 就在前天 他们这边就开始打替尼烤星 打浮本尼烤 但是这两天下来 也是没什么效果了 因为拖得比较严重了 后期了 肺部的感染已经很严重了 看到没有 腹腔的呼吸 这个比较严重了 这牛已经两天不吃东西了 现在情况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可能肺部已经烂了 后期是很难记的这种牛 因为这牛 他们原先也用过一些抗生素 比如说头包啊 还有浮本尼烤啊 替尼烤星这种 转机肺炎啊 传送的都没办法 因为拖的时间比较久了 关于这样的牛 到底是什么病 怎样治疗 大家知道的可以 说一下 好了 先这样吧 谢谢大家 我再研究一下 怎样弄样子 先入充断织 Boots Cody ко 你 我再研究一下